明中大学 11月27号 北京清华大学罕见的 有数百位学生聚集 高举白纸喊着口号 同样的景象 在中国数十所大学涌现 由新疆乌鲁木齐 一场夺走十条人命的公寓大火 所点燃的反风控 要自由抗议浪潮 迅速席卷全中国 展展灯光在南京传媒学院 照亮夜空 上海市侮辱木齐中路 为火灾罹难者 点起的哀悼烛光 和白纸相呼应 大批警力开始驱离 悼念成为了压制 歹人与对峙 从反对经营政策 和封控措施 到喊出共产党 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白纸也在巴黎和雪梨的街头举起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 坚持清零下的中国 疑似因为过度防疫 而来不及抢救的一条条生命 无止境的风控 大规模核酸检测 再多警力都无法压制 人民无法自由表达言论的愤怒 化为一张张高举的白纸 什么都没写 却表达了一切 华车新闻